我是邵康 歡迎你來到TVBS邵康戰情室 那麼今天很難得 我們請到前參謀總長 李喜鳴將軍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來專訪他 總長好 蔡先生你好 各位觀眾好 是 我想我們請總長 主要就原因 最近兩岸的局勢 共軍 解放軍突然 我認為他要找一個理由 找個題目 佩洛西來 很生氣 大陸民意非常沸騰 當然大陸民意沸騰也是炒出來的 民族主義現在在大陸 非常的高張 所以就圍台灣 這一尾原來說三天 原來說到7號中午12點 但是現在又宣布說繼續演習 黃海 渤海 南海 到次繼續演習 什麼聯合打擊 聯合作戰等等 中長怎麼看 就是本來以為大家算了 交通部還要公布 說他的公告只到7號 再來如果繼續幹的話 就違反國際的規則等等一堆 他也不管你什麼國際 他就幹 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然後總長判斷他為什麼要繼續 其實這一次軍演的目的 他大概有幾個目的 其實最主要 我覺得是一個長期的累計 絕對不是一個突發的狀態 從川普政府開始 貿易戰開始 他就不斷的壓迫中國 其實他累積的這個 積怨時間很久了 你看從去年3月阿拉斯加 你看楊潔篪講出那種什麼 就講很不高興 對 很不客氣 說美國人沒有資格在我面前 這樣我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開始 慢慢一直到今天去累積的 其實他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蓄意很久了 裴洛西來訪其實只是一個影子 我也覺得 今天裴洛西如果不來 他還是會找到一個影子 所以他最主要的目的 大概有三項我想 第一個就是像美國 台灣 甚至於日本 堅定的表示一中原則 這個紅線堅定的不得了 誰也不要想碰 我不可能有任何的推浪 第二個他要告訴美國是 我想把台灣怎麼樣 以我現在的力量 我想把台灣怎麼樣 你是沒辦法的 你無能為意 你已經沒有能力保護台灣了 第三個剛好藉著這個機會 創造一個新的台海的選況 至於說他為什麼還要繼續延長 我想就是在這三個情況之下 他如果三天 你也許會認為說 他遠遠系就走了 他如果繼續把這個髒度繼續拉長 一方面對美國 一方面對台灣 甚至對日本都說 我是很認真的 你不要再等閒四肢了 我想是他最主要的目的是這樣 會不會跟他 也其實三天 台灣也不當回事 好像覺得也沒什麼 然後甚至很多名嘴 媒體還笑他 嘲笑他 然後老百姓這樣 該過的日子照過 餐廳都滿滿的 他會不會講說搞半生 你們好像都不在乎 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關係不大 因為人民的感受不深 可是你如果去問第一線的 在指揮所的 這些艦長 飛行員 很緊張 他非常非常的緊張 而且很辛苦 飛行 辛苦不要講 你既然從軍 這辛苦是一定要做的 而是在這種高張力的 這種情況之下 如何判斷 如何反應 這不是我們照劇本來做 這方面我相信 他們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至於一般平民社會人民 其實就像烏克蘭戰爭 之前他也不認為會打 你再怎麼講 美國一直會叫做 他也不緊張 責任司機都認為不會 對 他也認為不會 可是在第一線的那種軍隊 他可能感受就完全不一樣 好 那老公今天宣布了 說繼續對台灣實在演訓 檢驗聯合火力他要幹嘛 是陸海空嗎 檢驗什麼 聯合什麼 那個演訓 演訓中有一個演訓的目的 演訓的規劃 演訓的方式 他整個來講 他也就是說告訴你 我是具有整套的攻台的能力的 我只是透露這個訊息告訴你 其實目的還是對外 對內來講 他當然他有演訓 有訓練目標 有演習目標等等等等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總會有一個主軸 但這個主軸透露的 還是我剛剛講的那三項 一個原則 一個警告 一個創造一個新的情勢 剛剛三項裡面有一項就是說 認為你美國也不要來干涉 美國到底會不會干涉 美國到現在為止 好像譴責 有了 王毅在東協會議 還不願意跟他會談 不願意對談 甚至不願意跟他同處一室 然後吃個晚飯 衝衝就走了 看起來就跟你美國 肩閉親眼 劃清界線 美國到底嘴巴一直講 跟台灣堅若磐石 這次演習看起來美國 好像也沒有什麼實際的行動 96年的時候 他還兩個航空母艦 再加上神盾艦 這次雷根號 佩洛西走了 他也走了 而且越離台灣越遠 美國到底什麼態度 美國能怎樣 我們按照今天的這種狀況 跟26年前的 已經經非其比 差很遠了 不管是美國的戰力 中國的戰力 台灣的戰力 在1996年的時候 中共的國防預算是台灣的兩倍 現在是22倍 你可以看出有多大的差距 目前來看 整個從大戰略的趨勢來看 中國的立場來看 美國是這樣走下坡 他在走上坡 他可以等 而且從去年3月阿拉斯加會談 你可以看出來美國的表現 我們台灣必須要警覺一下 因為中共用這麼強烈的語氣 去跟美國講話 到8月份他阿富汗撤軍 到2月份之前 在俄烏戰爭之前 他已經先表明了 我會制裁 我會什麼幫忙 但是我不派兵 這些種種的跡象 有一種呈現一種 逐漸弱化的跡象 那兩個大國相對比 一是一種軍力戰略態勢的一個對比 你有弱化的對象 你就鼓勵他往上走的一個對象 這一次他之前說佩洛西必要來 你還要來 他也會做 但我覺得之前 前幾天這兩個總統 就是習近平跟拜登談 我想多多少少有談及這些 你一定會 對 現在就講到說美國到底該怎麼做 美國其實在這支軍演 他可以做很多東西 但是他整個綜合考慮 他什麼都不做 只是談一些 他也可以在整個軍演之間 他也派一個軍艦穿過海峽 穿過東部 他都可以做 你認為中共會趕他 把他怎麼樣嗎 他也不會 他甚至於他把他的義勇兵的試射 也延後了 是 原來8月4號要審一個台灣政策法 也延後了 他說他在 但是這種現象 在中共的立場來看 示弱了 這是示弱 他一定會帶他機會 他不斷的 你越示弱就越增強 你準備示弱也好 你準備做追進也好 你準備強制也好 這不能夠臨時決定的 這是一個大戰略的延續 所以這樣子的態勢來看 這提供給中共非常大的信心 這一點是我們台灣 非常非常要小心謹慎 到頭來你還是得想想看 台灣的安全 你還是得自己來 自己保護 這才是比較妥當的事情 是 那麼老公的東部戰局今天 他講我的重點 叫做反潛跟對海突襲 另外今天起點兩天 他在南海戰江南山島 東部海域進行射擊訓練 反正就沒停就是了 一直在演訓 另外他在黃海跟渤海 要8月8號今天開始一個月 演習一個月 他在黃海 渤海演習一個月 他目的何在 總之 目的只是演習這個張力 這種恐嚇你 恫嚇你的張力 事實上演習我們做了很多 演習有大 有小 有白樣子的 有實質的 他目的非常的不一樣 但我覺得一個月的演習 一個月的時間很長 你要做那個演習 要保持部隊都在一個高張力之下 一個月的演習並不容易 可是從宣傳的立場 一個月的張力 比三天的演習張力要大很多 所以我個人來講說 離我們那麼遠 他還在做 其實這就是一種 只是一種恫嚇而已 他不可能說每天一個月 保持部隊的高張力 我們還是要冷靜客觀的去 面對他就可以了 好 這次的演習 大家包括美國 甚至包括台灣一些專家都說 台灣海峽本來是有個中線 台海中線以東 勞共過來了 飛機也過來了 船也到了24海裡 他說這是常態化 第一個演習會變成常態化 第二個到你這邊來也常態化了 所以大家說這次的演習有幾個 所謂New Normal 新常態 第一個 中線打破了 他不承認你中線了 第二個 飛彈還穿越你本島了 另外東岸 好像也落在東岸 以前都覺得我們東岸很堅固 因為有岩石 太平洋在那個地方 所以老共很難過來等等 做一個中央山墨擋住等等 看來是他都打破了 也有人說是暫時的 他會再回到原來 中長看到底真的變成一個新常態 還是只是打一打就算了 還會回去 還是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我個人比較憂心的 是海峽中線的 打破海峽中線的新常態 因為海峽中線 向來只是一個雙方的默契 這也是一種善意的行為 因為兩邊戰爭 你不管為了什麼原因 為了統一也好 為了民主也好 為了任何原因 他有開戰的目的 但是最不值得是擦槍走火 中線提供一個 不要擦槍走火的一個潛在的因素 當把這個潛在破掉了以後 軍艦 因為你逼得我太近 我們的軍艦 就會相對做一些相對應的處置 在這種情況下 擦槍走火是比較危險的 東部來講 現在已經不是26年以前 現在東部來講 它有航空母艦 它有轟6K 它有潛艦 它有遠航的能力 東部來講 已經不是保障了 這對我們來講說 我們原來東部的基地什麼 現在一點這種保障都沒有了 所以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要去看說 它打破這個常態 到底會怎麼做 過了中線是一回事 又逼近你的領海領空 又是另外一回事 越接近對我們的壓力 越大 但我覺得未來 它會打破這個常態 至於給你壓迫有多大 那還是要看美國台灣 跟中國相互之間的互動 如果你又再弄了一些 讓他這種下不了台 就譬如說這次裴洛西來 習近平三個月之後 他想要連任 他的壓力有多大 這種不按規則的連任 他的內部會沒有壓力嗎 他當然要顯現出來 他有能力 有作為的那一方面 你是在逼他做這個事情 這種互動之下 他非做不可 他不想做 他也會做 那未來情況 基本上也是這種規則 如果說大家都很和緩 他沒有道理 就這樣一直再來逼迫你 可是某個影子一出現 他為了要表現 因為中國現在的 民族主義高漲 這些大陸網民你也可以說 他們還不太滿意這樣結果 說裴洛西你沒給他打下來 等等的 要半飛沒半飛 要打到現在沒打下來 要把台灣跑道炸掉沒炸掉 對 美國台灣中國 都有這種民粹主義的存在 這種東西是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站在我們官方的立場 我們就不要創造這種 有點火性危險性的引致出來 那你這樣子的話 你就比較容易維持一個 穩定的狀態 雖然是在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最起碼還是一個穩定的狀態 這點台灣的民眾 特別年輕朋友比較不了解 就是說中國大陸他們對於 從滿清末年以來 中國受到列強不平等待遇的對待 其實非常憤怒的 簽訂不平等條約 在上海的公園 只有華人跟狗不能進入等等 所以他們是非常憤恨的 台灣很難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談到民族主義那邊就 整個機嫌就起來了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共產黨也不自由 也不民主 為什麼大陸基本上還可以統治 就因為他用經濟 我們中國站起來了 在揚美吐氣了 用民族主義 用經濟來誘導也好 或者是來壓制這些不滿 所以當你去觸碰他的民族主義 那個後果其實是滿嚴重的 這點台灣人到現在 還是不太了解 休息一下再回來 這首歌是誰 那七個嗎 七個 這樣子真的有偏差耶 沒有沒有 不是 妳是幾次的 對 我覺得這個可以把它寫在歌裡 我真的要哭了 這跟我是阿媽 對 我到底是誰 我想讓我這一面讓大家知道 很浮誇 然後很浪漫的 8月20日起 TVBASS4000來為你唱情歌 這裡不是 這裡不是 真的是有楊妹妹的 本來是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享受這片梅子 對啊 這麼像在日本 好漂亮喔 現彩水蜜糖 出發 我剛剛咬下去是噴嚓出來耶 有點嚇到我耶 好漂亮喔 請鎖定食尚玩家兩天一夜夠 好吃好玩 絕不錯過喔 我老公呢 只要出去打牌 只要我不在 他就一定輸錢 我一上桌 就輸了一萬四千多 他講創業 我說不然賣手機就賣了 就賣得超級好 賺了 但是一共三十錢 很好耶 旺夫還在比較後面 應該就是客服 3 哇 那可不可以送我一條紅魚 喔 OK好 好不好 老闆我建議你 一明明就可以關了啊 它是我最矮的朋友 你還吸住我的手 花枝半買半蝦送給你 會不會是長得像素鼠的榕樹啊 我們在換個 來吧 營業中 老屋有你真好 阿喜搖夜現鑄牙危機 入睡時間平均三點 這時候自己身體是最弱的 高血壓傷 就在凌晨四點左右 我突然有一天 牙根整個住廣 真的嗎 醫生說是自停免疫系統攻擊 身體現在太爛了 第一天是要排四個人的晚間九點 女人莫得大 TV做夢未來庫 嗨 不愛就散一別兩寬 不愛了才是關鍵 在每一集裡面都有方玉律師 三十多年在法庭所累積的 真實故事改編 再加上我們分享自己的親身經驗 分享一點不同觀點 再提供你相關的法律知識 對 希望我們都越來越 能愛 去愛 即使不愛就散 在這樣的世界裡面 找到更完整的自己 不愛就散 每週二四 晚間八點首播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對 而且每個星期也同步更新 在各大Podcast平台 你就搜尋不愛就散 讓我們聲音來陪伴你 米其林二星的主廚 多寶 簡希姆媽 好厲害喔 投篩我一個 米其林畢比登 老闆媽媽的家傳菜 秘密西地 開 這好好喝喔 五隻老母豬具具 對 好好吃喔 那魚 他們兩個很可愛 真的 方偉德呢 什麼方偉德 沒有這個人 出去 原來你是我新鄰居 原來你就是方偉德 看屁啊 麻煩你以後管理好那些 不知道幾號到幾號的咩 大波一號 然後第二號還有一個 橋頭上 零基四號 我知道你有男朋友 我不會對你怎樣 竟然有女生可以逃過 你這個一模一模作 你該不會勝虧了吧 不知道那些女生看上你什麼 你幹嘛 每週六晚間10點 TVBS42台 是六個夏天 再次重溫那年夏日的美好愛情 8月8日期晚上11點 黃斐瑜和最專業最權威的團隊 帶你瞭解國際大事件 如何影響國際財經 以及投資趨勢 鎖定TVBS56頻道 精靈天響 我一直很 抗拒來這個地方 黃媽媽 哈囉 嗨 不想吃耶 讓我今天終於好好的 踏進來 我真的很怕 因為我覺得他們好大 我不會 不知道 剛剛歡迎你回到TVBS 哨康戰軍事 我們現在專訪前參謀總長李喜民 李總長 這是剛剛送進來的 說東部戰區演習 多支轟炸機編隊壓軸 貫穿南北雙向穿越台灣海峽 轟炸機都跑出來了 以前戰鬥機出來 現在轟炸機 或者轟炸機 當然轟炸台灣將來 他不會去轟炸海 理論上以前比較少看到轟炸出來 另外 中國大陸官媒說 要徹底打破海峽重線 就像剛剛我們講的 所謂的New Normal 剛剛也提到 就是說他的國防預算 剛剛總統講說22倍 有的是說16倍 17倍 不管多少倍 反正都是多很多倍 另外就是說到底怎麼辦 這邊就提到不對稱作戰 因為總長在 總長任內提出不對稱作戰 叫做ODC Overall Defense Concept 以前我們叫做防衛固首重城鶴阻 或是我借我們那時候當名叫做 自空自海反登陸 總長把它改成 濱海決勝貪案監敵 主張不對稱作戰 但是後來黃曙光當中 又改回聯合防空 聯合自海 聯合國土防衛 好 我們先請教 什麼叫做不對稱作戰 他的定義到底是怎樣 不對稱的定義 很多 是 那以兩個互相之間的對象 不太一樣 那基本上來講 作為一個弱勢者 不對稱作戰 似乎是你唯一的選擇 每個國家都需要不對稱 不見得一定要弱勢的國家 那以我們台灣來講 我們要規劃出一個戰略 能夠解決我們的困境 那在我來看 我們的困境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 我們天天就面臨這種動核 天天飛機飛過來 這種動核對我們的民心的壓迫 第二個 它可能哪一天實際成熟了 它會動手 這是生存的危機 第三個更糟糕 我們兩邊的國防資源 非常非常的不對稱 你跟它走一樣的路 你就慘了 第四個 時間上 我們非常的壓迫 然後最嚴重的是第五個 我們的危機意識 您剛剛也講了 危機意識也不夠 而且我們有意識形態的不同 甚至有國家認同的這些問題 這影響到什麼 是一個民心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個戰略 要去解決這幾個問題 但是這幾個問題相互之間會拉扯 你把錢丟到這個東西 你可能會贏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威脅分兩種 一種就是恫嚇 一種就實際的來打你 實際的威脅 那你認為恫嚇比較重要 還是生存比較重要 我們現在買一大堆戰機 戰艦這些戰爭 我們面對恫嚇會有用 它傳來我就傳來 可是如果一旦面臨戰爭 這些遠距離的武器 這些機場 這些港口 這些你都會非常非常的脆弱 所以未來的戰爭已經改變 未來的戰爭勢必有一些 一大堆低成本高性能的 智能化的小武器來決定戰場 而不只有少數的那種 非常先進複雜的這種來 這對一個弱勢國家來說是一個好事 你從烏克蘭戰爭可以看到 它標誌性的空中作戰 是那些防空飛彈 不是戰鬥機 地面不是那些戰甲車 而是那些標槍這些飛彈 海面上你看它用個 兩三千萬的海王新飛彈 打掉幾百億的軍艦 那你是要選擇哪一個呢 但是弱勢國家你沒有選擇 同樣的強制國家是一樣 你如果說中共今天拿航空母艦 去跟美國航空母艦隊打 你知道這結果 但是它發明了東風21D 東風26 甚至於東風17 不管你怎麼講 我告訴你如果接近我 一兩千公里 我就可以打到你 我個人並不是真正那麼相信 它有這麼準確 可是這產生一個威責作用 也就是說我幹嘛要你航母來 我叫航母跟你打 我可不可以用比較便宜的東西 來跟你講 這就是不對稱作戰的本質 那台海來講 這不對稱作戰之所以意義比較深遠 是因為你要把我吃掉 你一定要把我整個佔據 你才是成功 對我來講 我不見得在每一個地方都要打贏你 可是我只要讓你的任務達成不了 我不要讓你能夠控制的我 那我就成功了 那你不對稱作戰就是一個很簡單 你就是拿不下我 那而且你如果來做這個事情 你可能損失非常的慘重 如果說我不在乎 統一台灣是我的神聖大業 再大的犧牲我也要做 那我會告訴你 你即使這樣做 你可能還是打不到目的 烏克蘭戰爭就開始發現這樣 如果說普丁發現他要打這麼久 他打不下來 他會不會這樣做 不會做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原因呢 就很簡單 他把這種不退的勢力 要變成一個可信度 你如果沒有可信度 別人不會相信你 那我們台灣也在講說 要做不對稱戰力 但是你現在發覺我們花的錢 大部分還是在F16這些提升 就四千多億 戰車什麼 這些東西都不是不對稱作戰 那你口口聲聲 你要提倡不是要建立不對稱作戰 可是你實際上的投資準備 不是在這上面 你說你要制空 制海 反登陸 你如果能夠制空 你還擔心他來嗎 你如果能夠制海 你還擔心他給你跑到這裡來嗎 重點已經不是制空 制海 不是你願不願意制空 制海 而且你沒有能力制空 制海 那不對稱戰爭的定義 就不是制空 制海了 它就用一個句子的概念 來代替一個控制的概念 我這樣講 可能你不是那麼了解 我舉個例子好了 這塊海域如果我能夠制海 那這是我的 誰進來 你多慘 可是用句子的概念 說這塊海域我控制不了 但是如果你進來 你很危險 你也很危險 所以我控制不了 我阻止你 你也控制不了 如果說我們在濱海的區域 能夠控制你根本進不來 建立這種句子的能力 那我們台灣就安全了 我們就不會被佔領了 那你要清清楚楚的告訴中共 你沒有這個能力 甚至於在我比較近的地方 你沒有這個能力 如果說今天是真正的作戰 你說他的軍艦會搞到這麼近 如果我有一些暗置飛彈 什麼這些東西 他敢嗎 他不敢 那暗置飛彈這些 就是一個典型的不對稱戰力 不見得一定要在船上 裝了一大堆飛彈 去跟他船上來對打 我們不能夠跑得太遠的地方 因為太遠的地方 你暗上勾不著 所以你在比較近的地方 你可以聯合你的空中 陸上 海上 你整合這些火力 那就不得了 在單位時間內 雖然你整個的國防預算很大 可是單位時間 單位的面積上面 我們的火力是可以依靠的 這是一個不對稱的本質 但不對稱作戰的意義 含義非常廣 我跟你講半個鐘 一個鐘也講 但基本上 弱勢國家 你別無選擇 不對稱是你唯一可以的儀式 在美國來看也是一樣 美國現在心裡想 他過去20年 注重在反恐上面 這種大國晉升的武器 像是Hyperstronic這種東西 他都落後 他希望你台灣不對稱 能夠保住你自己 不要去做一些誇張不實的東西 保住他 我自己來趕快做兵力轉型 趕快再壓過中共 他有些東西不講得比較可怕 他講得就沒那麼可怕 你看他現在不斷的增加國防預算 可是不斷的在削減他的軍艦 你可以看出來他前跑哪去 他在投資一些 如何能夠重新壓制大國競爭 壓制中共的這些 這種種來看 不對稱作戰不是台灣的 每個國家都要去想 怎麼樣去抓到人家的弱點 我們能夠針對那個弱點 來發展我的強點 這是不對稱作戰的本質 是 那聽起來我當然懂了 最早我們一直講就是說 其實台灣跟大陸 它就是一個不對稱 對什麼稱 你都差很遠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道理應該很簡單 為什麼軍方 我也接觸不少將軍們 他們都有意見 贊成的並不多 為什麼 這道理很簡單 我現在你大我小 所以我最好 像老美說 希望我們當個自衛等等之類的 至少讓老共通不下去 那一般軍方 還不能接受原因核戰 這是一個顛覆性的想法 你如果到了美國 我算是跟美國 不管是政 軍 學界這些認識 非常有的 常常討論這個問題 幾乎沒有人反對 因為這個道理很簡單 但是實務上 對一些將軍來講幾十年 我花下幾段時間 然後告訴我以前學的東西 不管用了 時代變了 叫我重新來過 這一時時間 並不那麼容易改變 一個空軍飛行員來講 他最大的榮耀是飛F-35 再不然F-16 你跟我說 防空飛彈比飛機重要 飛機機場一炸了 你飛機也請不來 空管系統一被炸了 也沒人指揮你作戰了 所以你幾千幾億的 多少億的就沒有用了 所以好好的 把做好你的空域拒止 這塊空域 我不能夠滯空 可是我可以阻止你進來 恐怕不容易接受 海軍的軍官 都是在馬漢的海權論之下 面向太平洋 五湖四海 我們以前是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們以前 比中共來講直是做得到 陸軍也是一樣 你叫他都是拿一些刺針 刺針 標槍這種 托式這種飛彈 然後你沒有戰車 沒有什麼東西 他能夠接受嗎 他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這幾十年的這個束縛 對我來講 我也是經過多少年的掙扎 我如果沒有坐這個位置 我不會仔細反覆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你還是堅持大陸軍 大海軍 大空軍 飛機 戰艦 錢有限嗎 你當然可以去堅持 但是結果是什麼 他逼到你家門口了 你也只能忍氣吞聲 你即使再建立這些 你能怎麼樣 為什麼能這樣 如果今天你的傳統戰力 就是比他強 他敢做這種事情 恐怕是你去做他這種事情 那這種東西要去改變 當然沒有這麼容易 再牽涉到政治 軍事等等 這些環環相扣的問題 但是我們仔細得去想想看 今天不改變 明天你會藏了苦果 我一直跟他講說 我們並不會因為 國軍並不會因為 有手上不同的武器裝備 而減損我們保家衛國的價值 那你說這些傳統裝備要不要 ODC他沒有說不要 因為傳統裝備最起碼他很明顯 他可以鼓舞一些明星士 因為老百姓不懂 什麼叫不對稱 可是當你面對恫嚇 這種灰色威責 灰色侵犯的時候 你需要用這種戰機戰艦來對 那只要跟老百姓說 透露出這種訊息就可以 你需要不要很多 不需要 M1A2一點點一直一直告訴他 我們有這個很先進 所以就達到這種明星司機目 可是你要把所有的資源 一定要投入在這些不對稱 什麼叫不對稱 最主要的根據 其實不是賓海決勝 不是談案前提 我不太喜歡講賓海決勝 貪案前提 因為老是被人家攻擊 其實不對稱的本質在什麼 高存活戰力 在戰力防護 在不對稱 不對稱的這種本質上面 這才是 賓海決勝貪案前提 只是一個程序 它不是ODC 所以我要在這個節目 我要特別再強調一下 你把錢投注在這麼昂貴的 傳統武器上 你想想看 你要付出多少的機會成本 今天重點不是說 你要增加多少 國防預算的問題 今天是國防預算 你如何分配 如何花得很聰明 你錢花得不聰明 你戰爭就失敗 你錢花得聰明 你就能夠保衛自己 這個是要回到本質上 其實這不是一個軍事上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經濟上的問題 休息一下好 來 鼻子 有四個女生 還有四個女生 因為很密集的相處 所以其實老實說 還蠻容易產生情出 你怎麼做 田蠍座 以前喜歡過的男生 我田蠍座 在創作過程中 彼此都有一些低位 我覺得難忘的練習 我可以學你 目前相處到現在 我覺得我都很開心 我真的要哭了 沒關係 還好捨不得喔 8月10日起 TVBS42台 為你唱情歌 來 謝謝王金線 來好友目擊開跑囉 王金線團隊要給你 你願意推播 我們家提示的資訊 推給你 一交一主題 一手掌握話題籌包 最棒的是 才有一樂意驚喜 汽車這邊好康大幫送 你還在等什麼 加LINE 加LINE 就拿起手機 加入 氣球黃金線賣好友 讓我們成為 最懂你的LINE車友 LINE 代救者 賈先生 38歲 跟山友走私 我不知道 你打很多通電話 我跟你說了嗎 山裡收訊不好 又不是故意的 爸爸 爸爸 你帶我們出去玩 爸爸 對 請請各位 雖然說我們搜尋的高度 只有600到1000公尺 但是因為我們搜尋的距離 比較遠 山區的地形高低落差大 所以請各位務必小心 打開盒子 面膜保濕棒捷面乳全都一應俱全 畢竟現在炎炎夏日保養工作 因為我自己本身比較常待在辦公室 所以其實那個冷氣的部分 我會比較注重是保濕 我覺得保濕很重要 迎接美妝節目二十週年 電商平台順勢搭上熱潮 看著愛美女性 在這季節重視保養 跟清爽保養趨勢 找來保養專家 推出商品 疫情這兩三年來 大家最在意的問題 當然就是臉上的顆粒 粗糙或暗沉 尤其戴口罩造成的一些 比如敏弱的現象 缺水的現象 兩款面膜之外 還有保濕棒隨時隨地 幫皮膚解渴保持水潤狀態 沒有醜女人 只有懶女人 那我們已經幫大家 進行挑選的最適合 最簡單 而且最必備的一些保養單品 那也希望消費者 用到它之後 就可以整整享受到說 原來保養這麼簡單 喊話大家持之以恆 而現在商品組合 在電商平台獨家銷售 還有超殺優惠 那我預期就是 也會帶動其他商品的 那個銷售動能 那跟去年同期相比 我們預期大概會有 200%的一個成長 尤其現在大多時間 口罩都戴在臉上 即便只露出半張臉 但還是不能疏忽保養 讓愛美女性 隨時保持水潭肌膚 TV別新聞 中文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我手邊手啊 這邊右邊是魯老闆啊 這個阿姆好不一樣喔 為什麼他額外塞在上面 我會不會坐 開心耶 真的自己坐 我會軟掉的兵寫臉 因為老闆的顏值是高 好快喔 叫你老闆穿 叫你老闆回去 叫你老闆回去 一般的學童 如果遇到白天很想睡覺的時候 通常會被誤認 說是不認真 不努力 或是偷懶 不過小朋友或年輕人 白天想睡覺 不見得就是習慣的問題 有時候也可能是一種疾病 在睡覺 我是趙好康 我們現在專訪的是前參謀總長 李喜明上將 來 總長 就是說這次老共圍起來 那就有人說了 所以你看這次把我們圍起來了 所以表示你不對稱戰爭 你也沒辦法 不對稱戰爭對於他把你圍起來 他也沒有打你 也沒有攻擊他在圍你怎麼辦 到底怎麼 這個解釋 他們這樣說法通嗎 不同 為什麼去說 我先講這次這個演習 你說是圍 我如果說這就是圍 這就是封鎖 那台灣太高興了 你看圍了個半天 我們海空運受多少影響 那你圍三年五年 我也不怕你 我繞繞道就好了 他只是要展示 我剛剛講的幾個目的 他看起來那個圖是把你圍起來 實際上如果封鎖說實在 不是這樣子做 如果這樣子做的話 那我們真高興 他們怎麼會有這樣子 一個作戰的思維 讓你看起來是維 但是封鎖作戰 是不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當然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它是一個生存的危機 我們講中共有好幾種方式可以生存危機 包括攻擊你的外島 攻擊你的本島 封鎖你 甚至你全面進犯 都是危機 那這裡面所有裡面 封鎖作戰是一個比較特殊的 作戰的機制 它並不是一個純軍事的行為 它是一個成在世界局勢 經濟 政治 區域的整個的一個情勢 不特殊作戰不是萬寧丹 不特殊作戰對封鎖作戰 沒責 但我告訴你在弱勢國家 你的傳統作戰對封鎖作戰 你也沒責 我們以前相對軍力不錯的時候 如果對封鎖作戰 我們可以派出我們的軍艦 護航作戰 像20大戰講我們護航 這樣子就可以解決了 但今天的東西 你再講護航作戰 我再給你20年的時間 你也整備不出 其實就算美國在這個地方 你要想保證台灣附近的海上交通線 我們稱為SLUG 都是困難重重 所以我在跟很 這個問題我想了很多年 我在軍隊的時候 跟我的同仁討論 回來自己想 我只要碰到美國人 我也幾乎 我也會去討論這個問題 我記得我參加 在美國參加一次一個兵器推演 我們紅隊 藍隊 綠隊 他們紅隊的美國人 他也用封鎖 那我就說好 你封鎖我很好 那我現在美國決定介入 我派很多艙船 我要進台灣 你怎麼辦 他說我把他打沉 我說好 你把他打沉 那美國當然不高興了 美國那我就在馬六甲出口 龍牧海峽出口 當你 你重重進大陸也不進 也不准進 你怎麼辦 他也沒責 我們現在講 美國的軍事介入 好多好多種 但是我覺得最有可能的 就是他不會損傷 他自己的職地兵的方式 就像幫助烏克蘭一樣 而封鎖作戰 對他來講 是最容易解決 然後最能夠 相信 你如果說真正全面性的作戰 美國會不會進來 我非常保留 可是你說如果中國對台灣封鎖 美國無動於衷 我不太相信 因為這台灣安全 來講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利益 好 但想說 你又不是美國 你敢保證 如果說 美國也不管 還有區域國家 因為你如果做這大量的封鎖 一定要廣去 必不透風的風 才會達到效果 那你同樣影響了日本韓國這些等等 他會不會管 好 他也不管 你怎麼去突破他的封鎖 你想要自己去保護自己的商船 不要講說你有能力 就算你有能力保護這些商船的船隊 財務公司 他也不願意去做這個事情 你台灣也沒有多少船隊 可以去做這事情 碰到這種 只有 你能夠做的話 只有椅子之矛 攻子之盾 你只能為為救招 如果實在是迫不得已 真的是不行的話 那同樣的 我想辦法 攻擊你 進入你的地方的商船 你只有這樣子方法來恫和他 但我一直都不覺得說 中共會把封鎖作戰 當作他的第一的選擇 因為他一直 封鎖作戰需要時間 如果台灣人民的意志 實在很堅定 大家沒水了 沒電了 他還能夠忍住 像烏克蘭一樣 戰火 還能忍住 他不能不算 因為一個國家真的打起來 到底明星司機 到底會怎麼樣 永遠不知道 戰爭之所以不容易發生 是沒有人能夠預測 一旦戰爭發生 到底會把事態推到什麼情況 沒有人能夠預測 他一向的他的教責 都首戰術政 他希望數戰術決 美國沒介入之前 就把你搞定 這個封鎖作戰不符合他 如果說你真的要是這樣子做 除了我們自己要很堅定 我們少吃點 我們過苦日子 需要很長的時間 它影響世界的經濟太大了 單單的不講說台灣好了 台灣有多少供應鏈 供應鏈到大陸去 你封鎖完了 這些供應鏈鏈 不影響你自己嗎 大家要去想想看說 我中國人民 你會影響我 我的經濟 他中國人民會不會願意 記住 什麼事情我們去 從他的立場想就不要想 從習近平的立場想 你想想看他的優先持續 是不是第一個 權力他自己繼續保持 第二個是統一台灣 第三個是把美國 趕出西太平洋 第四個才會世界超強 當然我不談經濟政治其他因素 你去想想看 如果說他弄得 中國老百姓都覺得 您告訴我很不舒服 他會去這樣做嗎 他為他自己也不會這樣子做 但是你還是要回到技術上的本質說 不對稱作戰 解決不了封鎖作戰 那我請問你 你現在這些傳統作戰 就能夠解決他的封鎖作戰嗎 一樣不行 那封鎖作戰 基本上還是動客 意思很重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 我們所有的資源 投注在生存危機上面 這是我的主要的 就是你的意思說 不對稱作戰也好 對稱作戰也好 傳統作戰也好 對包圍都沒用了 反正都是沒用的 不是包圍沒用 是你用什麼方法對付他 讓他不敢做這個事情 那是另一回事 不過台灣現在有一個特殊的狀況 大陸有一個特殊的狀況 就是說 當然他打你 他要犧牲很大 但是如果你台灣獨立 我保證他打你 他犧牲在大也要打你 今天你是習近平 你能夠讓台灣獨立嗎 我是習近平 我能讓台灣獨立嗎 我就算打掉一半的國力 我要打你 不可能讓你跑掉 你看香港 香港他把香港搞成什麼樣子 為什麼他就覺得香港要跑掉了 當你香港要跑掉的時候 我黎智英會把你抓起來 然後你的所有的民主派人 是把你打破 然後讓你逃亡 選舉給你打破 大家也知道 香港這樣做全世界都是 全世界之所以討厭他 不喜歡他 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香港 新疆看不到 誰知道新疆老港已經幹什麼 香港看得到 台灣也看到 怎麼香港變成這樣 但他還要做 結果當你台灣 因為當你台灣一定要獨立的時候 他不可能容忍 你可以想他不可能容忍 你美國今天跟民進黨搞在一起 就是在捅台灣這個東西 他自己也吸這個 他嘴巴講不出來 因為你說我沒有 我也沒有宣布獨立 但你做的事情 你所有的事情從那邊傾斜 在這個情況下你說 他就算我認為 因為我若是他的話 你說從他的角度看 就算犧牲我要 犧牲再大我會被你拿下來 我不能做歷史的罪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天然氣 台灣的問題在這裡 你說那個圍很久 台灣也許可以不吃不喝人 天然氣我們夏天只能存7天 冬天只能存兩個禮拜 我們將來台灣的發電 一半以上是天然氣 尤其現在綠能是跟不上的 核能通通廢到綠能跟不上 天然氣可能比重還要增加 可能50%都不夠 我怕可能要到53 55% 圍你個一兩個禮拜不多吧 沒有說圍你兩個月受不了 你就氣就沒有了 沒有你台灣一半的要斷電 那個時候受得了 老百姓 你這搞什麼鬼 為什麼要斷電 你別的少吃一點 少喝一點 還可以說 年輕人沒有網路可以打了 然後夏天熱這個要死等等 你覺得 雖然包圍不是一個好方法 但是對台灣這個特殊狀況 有的時候也許還可以 產生一定的作用 我想表達一下 您說得沒錯 中共認為說 如果你要去台獨 他沒把握他也要打 這我完全同意 甚至我覺得美國也同意 他現在他整個的兵力發展 你可以分些三階段 第一個就是以武意圖 意志你獨 第二個是以武制獨 第三個是以武統一 原來都是以武意圖 這次的發生以後 你可以發現他已經以武在制獨了 可是你說我只要不宣布獨立 他就不打嗎 我不認同 為什麼他中國夢擺在那裡 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這很好解釋 可是偉大的民族復興 少了統一台灣 他能夠說這樣子嗎 他放眼的是 將來是世界第一 唐總統宋主他 他都不看他眼裡 不要講毛澤東 這個鄧小平 他有他的野心 那你說美國支持獨立 我不認為 美國什麼樣最服他的利益 維持現狀 因為你獨立會有戰亂 戰亂不符合美國的力 但是你如果維持現狀 看起來沒獨立 可是你什麼都聽我的 我又不要花什麼力量 然後你什麼都聽我的 我的勢力維持 這最符合美國的力量 至於您說天然氣 舉這個例子來說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您說的都事實了 大家也受不了停電停水 如果說你這個社會的韌性 是這樣子 你趁早 好好去跟人家談一談 你不要再去搞這個事情 你認為我們韌性夠嗎 我們有這個韌性嗎 我認為沒有 我不知道你的 因為我在ODC裡面 我也提倡社會的韌性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現在三件事情很重要 你如果要嚇阻他 不要讓他發聲 你一定要讓他相信 第一個 你具備有不對稱作戰的能力了 實質上 第二個 你有一個不對稱作戰之下 一個良好的訓練的軍隊 第三個 你要有一個強韌的社會 這個強韌的社會 不能說 十天以後我沒電了 我就垮了 我不要我不要 那我算我認了我認了 如果有這個想法 我跟您報告 可能很危險 為什麼 這跟小個子 你打不過大個子 你如果越怕 你越鼓勵他動手 你其實害怕 你都不能畏縮 你當然不能去挑釁他 可是這是一個現實上的問題 我們社會的韌性 需要建立要需要一些指標 我在整體防衛構想裡面 我有強調 我建立一個自願性質的 國土防衛部隊 因為大家現在 喊大喊殺的也很多 不怕的也很多 叫他當兵他不好 叫他當兵他又不願意 他說當兵是浪費時間 他又瞧不起軍隊 這很糟糕 這就變成你會挑釁惹事 然後你對台灣安全沒幫助 所以我說 那你不能只怪這些年輕人 這樣子做 那國家政府 是不是可以做點事 如果你能夠成立一個 自願性質的 國土防衛部隊 我也不要你長期待到軍隊 我也不要你什麼立正掃吸 閣草都不要 你也不要待到軍隊裡面 你定期來給你 我發給你一些刺針 開你一些這個 我就只要訓練你這個 做一些機動游擊式的防衛作戰 如果你全國都有這些東西 他如果成功的登陸 他又想說 我的媽 還有一大堆這些要搞 你會複雜化他的作戰計劃 以後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才有嚇阻能力 我跟你講 你這個我都同意 但是我們有一個不同意 基本不同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台獨 你就算是要這樣 他也給你幹 但是他統一沒那麼急 統一當然是他的一個夢 沒錯 但是我幹嘛急 時間在我這邊 時間在他那邊 我不需要急 我不需要硬打你 我等 對不對 尤其有一天 我越來越富足 台灣人要獨立 叫他獨立他都不獨 也有可能 就像新加坡當時一樣 馬來西亞你去獨吧 新加坡你獨 新加坡不要獨立 馬來西亞硬把他趕走的 對不對 總是希望說 將來兩邊差距比較減少 然後社會越來越開放 你也不需要獨了 對不對 他是不是一定要同 我也不覺得他一定要同 但你現在要跑 你要獨 他不打你 他不可能 你是逼著他打你 就算美國有沒有 美國當然像你講沒錯 美國希望維持現狀 然後最好 我要你幹什麼就幹什麼 我要你買什麼就幹什麼 你通通聽我的 沒有一個政府 像民進黨這麼聽美國 這麼好用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說美國沒有 就是說民進黨現在做的事情 看不出來嗎 他沒有嘴巴講我獨 他做的事都是往那邊傾斜 把教科書給你改了 去中國化 中華民國不承認 只有70年 升中山的都不算了 然後所有的各種委員會的委員 你看用的人 什麼樣的人 你非要這樣不可嗎 你明明擺出來就是這個姿態 對不對 抗中保台 保什麼台 抗中怎麼能保台 抗中保黨 保民進黨可以 怎麼能保台不靠抗中 是要保台 但是不是他那一套 美國也默許他 美國也默認他 也支持他 從北京的角度看 你美國不就在支持他嗎 他是一個台獨政黨 你美國不就支持台獨嗎 你說他不是 你自己如果是北京看 你說是不是 我都認為他是的 北京會認為他不是嗎 休息一下再回來 這裡 這裡不是 真的是有楊妹妹的 本來是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享受這片美景 對啊 像不像在日本 好漂亮喔 現彩水蜜糖 出發 我剛剛咬下去是 噴刺出來耶 有點嚇到我耶 好漂亮喔 請鎖定食尚玩家 兩天一夜夠 好吃好玩 絕不錯過喔 創膚排行榜 我老公呢 只要出去打牌 只要我不在 他就一定輸錢 我一上桌就行了 一萬四千多錢 他講創業耶 我說不然他賣手去走 就賣得超級好 賺得都一共當值錢 很棒耶 創膚排在比較後面 應該就是客服 對 那可不可以送我一條紅綠 OK喔 好不好 老闆我建議你 明天就可以關了啊 他是我最矮的朋友 他吸住我的手 花枝半買半香送給你 會不會是長得像素鼠的榕樹啊 我會再換一個 來吧 營業中 老屋有你真好 嗨 不愛就散 一別兩寬 不愛了才是關鍵 在每一集裡面都有方玉律師 30多年在法庭所累積的 真實故事改編 再加上我們分享自己的親身經驗 分享一點不同觀點 再提供你相關的法律知識 對 希望我們都越來越能愛 去愛 即使不愛就散 在這樣的世界裡面 找到更完整的自己 不愛就散 每週二四 晚間八點首播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對 而且每個星期也同步更新 在各大Podcast平台 你就搜尋不愛就散 讓我們聲音來陪伴你 米其林二星的主廚 多飽 簡西姆媽 好厲害喔 投摔我一個 米其林畢比登 老闆媽媽的家傳菜 秘密西地 這好好喝喔 五隻老母豬軍隊 好好吃喔 他們兩個很可愛 真的 方偉德呢 什麼方偉德 沒有這個人 出去 原來你是我新鄰居 原來你就是方偉德 看屁啊 麻煩你以後管理好那些 不知道幾號到幾號的咩 大部分一號 然後給我讓他一個 巧頭上 零基四號 我知道你有男朋友 我不是對你怎樣 竟然有女生可以討過 你這個螢幕的模組 你該不會勝虧了吧 我保證那些女生看上你什麼 你幹嘛 明週六晚間10點 TVBS42台 是六個夏天 再次重溫那年夏日的美好愛情 8月8日期晚上11點 黃斐瑜和最專業 最權威的團隊 帶你了解國際大事件 如何影響國際財經 以及投資趨勢 鎖定TVBS五十六頻道 精靈天響 我一直很 抗拒來這個地方 黃媽媽 哈囉 嗨 不想知人 讓我今天終於好好的 踏進來 我真的很怕 因為我覺得他們好大 對 我進來了 你進來了 現在已經達成了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每週日晚間8點 TVBS42台 全明星觀察中 本節目由 台速時由萬名播出 今年夏天 最好聽的 練習性節目 還有四個女生 因為很密集的相處 所以其實老實說 還滿容易產生情緒 你怎麼做 才先做 我是張宏康 我們現在專訪的是 前參謀總長李喜明上將 來 總長 老共現在不接 美國的高層電話 國防部長奧斯電話也不接 他那個密立 參謀總長電話也不接 那道路的軍方說 這是美方一手製造的緊張局面 你唱黑白臉 你拜登過在表面的時候 不歡迎裴洛西來 但是其實你們 通通一檔的還不能講話嗎 所以你是故意的 所以他認為這是美軍 美方製造 不是美軍 美方製造 既然美方製造 我給你通什麼話 美方一直說仕途 這一個禮拜 仕途要通話了 總長覺得 到底中方幹什麼 這個常常管道是很重要的 電話都不接 這很簡單 中共要表示他監諛的意思 這件事情我就 然後繞你以後 不准再這樣搞 他如果像跟你 就是通通電話 又獲信你 他下次還要來 他只是告訴你 還是那幾個立場 我一中原則 絕對不可能 你想動作休想動 第二個 你根本管不了這個事情了 我就要告訴你 你不要再來跟我講 他如果現在 再跟他講來講去 講來講去 那美國的態度 又會不一樣 他只是要堅定他的意志 你也知道這個 大家互相在那邊 比泰式的時候 意志力生 這你也聽過 諾夫理論 那個chicken game 兩個的相撞 你總要有人 要散開 他就是不肯散 他把方向盤都丟了 他就告訴你 我就這樣橫著幹 對不對 我們中國人早就有畫著 狹路相逢勇者勝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對 道理也是這樣子 你就不能表現出 那搞了多久了 因為中美這兩個關係 滿密切的 他再氣 我說你真的有本事 你找台灣開什麼刀 斷交你也不敢 招回大使 你也不招 關掉裴洛西的選區 舊金山的總領事館 也不是不能關 總領事關掉 他也不做 來找台灣開刀出氣 他總要下台 他要搞到什麼時候 美中競爭之下 倒楣的當然就是台灣 他也不能去找他麻煩 你看看美國現在軍事的 威責力量不夠了 但他的經濟威責力量 還是很夠 道理你還賺他4千億美金 對 他當然要顧著他 那怎麼辦呢 那出氣出在台灣給美國看 最主要的就是這個目的 叫你說中國已經不一樣了 中國不吃你這一套 剛開始你記不記得 劉鶴去川普的時候 談貿易戰 他還非常的謙虛 那時候他會緊張 經過這一年多 發覺這些制裁 好像也不怎麼樣 他開始膽子變大了 膽子變大了 那這一連串他就認為說 美國在走下坡 我在走下坡 您說的對 他有時間等了 慢慢等 等到有一天 你要不要聽話 如果他今天是世界超強 你要不要聽話 這是一種狀況 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 短期的危機 短期的危機在誰是 在習近平身上 因為他到底是人壽命有限 他希望在世界歷史上流民 他希望超越毛澤東鄧小平 甚至歷代了 有誰能夠把中國 帶到世界的頂端 這種誘惑力是很大的 這會吸引他動手 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要唯一的牽制力 除了美國這種政策力 我們自己防衛的力 還有一個是中國13億多 不是共產黨的民心 如果說你把那些13億多一個 那麼支持他 你會很危險的 所以我們不要去挑釁 我們應該像老羅書甫講的 手上拿著大棒子 輕聲細語 你不能現在手上什麼都沒有 然後嗆聲 你這樣子對台灣的安全 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對 人家講應人說軟話 對 你不要說別人 你看那個黑道 我都接觸過 什麼四海幫主 北韓的老大 他老大都叫喊打喊殺 沒有的 很客氣的 小弟才喊打喊殺的 沒有錯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不要挑釁是 剛剛總統講得很重要 回到美國了 美國到底怎樣 美國經濟力還是強 他的科技各方面 全世界要念科技的 科學的 還到美國去留學 你很少看到 跑到大陸去留學 大陸反而要到美國留學 所以這方面他還是強的 時間走下去 我剛剛講說跟26年以前比 老共經費洗比 20年以後 96年再加26年 對不對 26年以後 中美台會有一個 什麼樣的關係 我常常跟美國人 交換這種意見 你知道嗎 我碰到的美國人 絕對多數都認為 中國在走上坡 美國在走下坡 這個趨勢是不會變的 也有一派認為說 既然是這個趨勢不再變 那就時間在中國手上吧 中國有的是戰略耐心來等 等到有一天 美國都已經比不上中國 不管在經濟實力上 軍事實力都比不上這種 也許他們認為可能沒有戰爭 就解決這些問題的 形勢比人強 那差別在這 但是到底要需要26年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沒有人能夠知道 但是長期來看 如果是確實這個趨勢的話 那麼戰爭未必一定發生 但是我還是要講 習近平因素 中國夢因素 中國夢的因素 2049 這偉大的民族復興 他不能夠脫過建國百年 這是他的共同的願望 這來講多少年 我們可能碰不到 但現在年輕人都有碰到 對年輕人去仔細想想看的問題 中國 您剛剛講的對 中國在教育系統下 百年國旨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 他受盡了歐美這種屈辱 他好不容易出一口氣的時候 他會怎麼去想 這些事情 我們年輕人沒有感覺嗎 因為我們的教育不是這個樣 但是我們要多去了解一下 了解你的敵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回到美國了 因為美國還是很重要 美國再怎麼樣 還是強國了 美國希望台灣 有人說美國希望台灣 跟烏克蘭一樣 就是說最好趁著老共 還沒有搶起來把他拖垮 所以最好台灣 所以美國鼓勵說 我們派出所都放針刺飛彈 然後全民接兵等等 是不是美國的不安好心 你想要叫把老共引誘來打台灣 然後陷在台灣這個戰場 然後趁機讓老共倒退10年20年 然後美國趁機 能夠有一些準備的時間 你覺得有這種可能嗎 這種說法很多 我看了滿多的 但是我覺得理則上並不通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這次幹嘛危機 美國不稱心如意了 趕快郊遊 放火 好讓你真的打解 因為老共現在最起碼 你並沒有準備好 最起碼按照戴維森上將來講 2027年之前 你沒有武力進犯台灣的條件 老共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那時候不趕快打 如果是趕快打 這次的危機 他會這樣子這麼軟弱 息事寧人 他會這樣子嗎 美國的戰略 我不覺得是這個樣子 你說拿到烏克蘭 烏克蘭戰爭 跟這方面來講 去類比台灣這種 我可能不太一樣 也許它有一點這個味道 可是俄羅斯現在經濟體 只有中國大陸的十分之一 你要怎麼拖垮它 而且烏克蘭一面打海 一面西方國家一面送武器 在台灣這種海島國家 你說得到嗎 你台灣能夠損傷 中國大陸有多少經濟能力 我是懷疑 我不覺得這種陰謀論 是成立的 我不覺得美國 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我一直覺得 美國希望台灣永遠不會被統一 一直維持現狀 永遠聽美國的 這就是它的最高的利益 不過也許有些人那樣想 因為反正 這都有不同的想法 很多這種想法 我常常看到 但我個人感覺 就像我們說 美國賣你武器是為了賺錢 我從來不這樣認為 他另外有些東西又不賣 美國人印鈔票 台灣那點小錢 他才不會在乎 他想到的東西 跟我們想的不太一樣 美國軍方政府跟軍火商 可能想 軍火商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是像今年稍早 他有些什麼直升機 不賣你什麼什麼 軍火商跳腳 美台商會還發新聞稿 他當然很生氣 但是不讓他賺錢的不是台灣 是美國政府 那不是很矛盾嗎 所以美國政府它的大戰略 是超出軍火商的利益的 不要去把它想得太窄 好吧 一分鐘總長做個結論 我是覺得台灣面臨這種 敵人極大 我們極小的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去想清楚 真正的價值在避免戰爭 可是避免戰爭沒有那麼容易 你需要去營造一些好的氛圍 營造不了什麼 你叫嚇阻戰爭 嚇阻戰爭靠了什麼 靠了實力 靠了可信度 靠了溝通 那我們實力什麼 我們沒有實力 如果我們建立了不對稱戰力 我們就有實力 然後我們展示給他 我們一個很訓練的很好 你具有可信度 然後充分跟他溝通 你雖然比我大 可以打敗我 但是你吃不下台灣 這樣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維持一個和平的戰爭 或是你要付出很慘重的代價 對 然後很慘重的代價 你還不見得吃得下 這樣子來個維持一個和平 你只有這樣去想 所以不對稱戰爭是你 我沒有說他是萬靈丹 可是在我們當前這種 極弱勢的情況下 唯一要走的路 你一定要把它分清楚 什麼是灰色威懾的恐嚇 什麼是生存危機 把所有的錢 大部分的資源投注在 能夠保障你生存危機 這才是該走得到 無限制的加國防預算 他也在加你永遠比不上 我們要記住 花錢花得越聰明 你在戰爭上的勝利 你才能夠保衛自己 避免戰爭 絕對是最高的價值 打不到就要嚇阻戰爭 實在打不到 你也要有能力保衛自己 因為你自己的價值還在 我希望台灣 不管是政府 軍方也人民 能夠想通這一點 其他那些形勢上 我要好了 飛機什麼的 不要太那麼計較 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了 我希望大家能夠 徹底思考一下 好 非常謝謝李啟民 前參謀總長來跟我們談 不對稱戰爭 以及最近整個台海的形勢 共中美台之間的關係 謝謝 好 謝謝周安先生 謝謝 謝謝 我是趙康 歡迎你來到 TVBS 趙康戰情室 專門希望特別來賓 趙怡翔組長 陳國民主任 柯智恩執行長 陳怡兴委員 李永平前副市長 剛好忘了 今天是父親節 對 父親節快樂 父親節快樂 父親節常常被遺忘 母親節絕對不會忘對不對 父親節要唱 事實上只有媽媽好 現在父親節也滿辛苦的 都很辛苦 爸爸媽媽都很辛苦 好 回到大家還是關切演習 台灣海峽中線以東 老共說常態化 常常跟你來演習 而且沒什麼中線了 另外 本來大家說昨天就中午結束 沒結束 繼續幹 黃海 渤海搞一個月 一個月演習 甚至在東部海域還繼續打 繼續演習 所以聯合作戰等等 所以到底要搞到什麼時候 而且航行警告 在加碼一個區 在南海 湛江 南山島 東部海域 通路標過艦來 船標過艦來 另外之前也沒有過 共艦進入我24海裡 接近我們的海域 然後我們在12海裡 把它阻打 不要過來了 不要過來了 所以它有13艘作戰艦 勤艘船 每天在我國24海裡外 在那邊聚集 我們說這是第一次 叫做臨海臨街區的海域 臨海12海裡 24臨海臨街區 已經很靠近了 來 陳主任怎麼看 我們要上來看看 其實這次應該說 上個禮拜 從大陸試射飛彈自然 後續它居然用所謂機跟艦 來對台灣施壓 其實對於機的部分 就共機的部分 我們比較不擔心 因為飛機或是其他的飛彈機 它有一個飛彈的限制 換句話說 它可能是在兩個小時 或是說要回去不可 對 要回去不可 有沒有 對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 這個我們比較不擔心 但是比較奇特的是說 應該是在上個禮拜三 禮拜四 其實有多批次 兩批次的中國戰機 居然是分別侵略我們的海峽中心 也不能說侵略 就跨過我們的海峽中心 這個部分是比較麻煩 因為其實一旦跨過中間之後 這邊的西線的所有飛機場 都要起飛戰機去應對 不管是新竹 台中 嘉義潭 都必須看哪個真去 他會起飛戰機去 你說半飛或更捷 因為他一定要 因為他已經跨越中線過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其實我們 我們較戰守則 飛起來不可就是了 已經到了中線 其實中線我們等一下會再提 中線大概從1990之後 之前就長期來 就被我們台灣民眾被教育說 中線不可侵犯 是這樣子嗎 不是 這個概念跟第一島鏈一樣 第一島鏈是可以被打破 所以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比較麻煩的是所謂艦 那艦的話其實 他可以長時間在海上 方格座標內巡迷 換句話說 他可以在海上跟你玩貓桌老鼠 你今天你退了 今天譬如說哪一艘軍艦 退到紀東港去整補 他帶一艘就進來了 更麻煩的是說 中國的艦艇比我們多 然後他們服役的艦影 比我們年輕 我們講白一點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用中年人 去跟年輕人小朋友賽跑 我們主要的艦就是30年以上 對 就是說 但是賽跑完之後 其實你看像我們跟年輕人 小朋友賽跑 賽跑完之後 我們要貼很多沙龍帕什麼 就是說我們比較擔心的是說 我們的海軍艦艦 這次經過這次對抗之後 後勤補保能力能不能吃得下來 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你如果沒有做定期的 後勤補保整齊的話 下一次他們在大規模來的時候 請問我們的海軍要派誰上去 這個才是重點 還在保養場 有怕這樣子嗎 對 我們很怕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期望 因為我們有一批 我們有一級的叫激氧級巡邦機 那一批的船人 比較 狀況比較不好 再加上它的反應實際比較慢 所以我們比較擔心 那一級艦能不能趕快去汰換 這個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好吧 我們知道 如果這樣的艦 真的打起仗來能打嗎 當然可以 所以其實 當然可以 就是上個禮拜 就是中國有披露一批 我們的激氧級巡邦機 船身好像秀博 就是那一艘 他們那一艘就被酸 你都被中國說 你們這艦農班 不能 其實這也不能怪我們國軍 因為什麼國軍 海軍 他沒有即時的興建在台灣 他必須把所有能上的 都拉上去 這個也沒辦法 好 我們看一下 中共72小時繞台軍演 來落幕了 但是也傳出 有首度在我24里的 林海林街區海域 有共艦進入 共艦步步進逼 一舉突破數十年紀錄 但我海軍也聲明 在大陸軍演期間 絕無共艦進入林海 根據國際海洋法 十二里內的 林海船舶 可以武害通過 但若遭到侵犯 我方可以反制 而十二到二十四海里 之間的林海林街區 船舶可以任意通過 但不可以進行軍事行動 此外 從這次軍演看來 海空皆有共軍 越過海峽中線 甚至在花蓮外海 也有共軍驅逐艦逼近 也就是海峽中線概念 在大陸沿中不復存在 未來對台的威脅恫 預計打破往例 而專家也呼籲 我軍的戰略指導 必須修正要立即化 才能夠應對台海局勢 那宜希你怎麼看 我們的林海跟林街區是這樣 我們先有林海基點基線 按照林海基點基線 可以畫出我們的十二海里的林海 在十二海里的林海外界線之外 有二十四海里的林街區 最外面的這條線 是林街區的外界線 那林街區跟林海的 關鍵是在於說 在林街區以內 我們都有管轄權 我們有管轄權 所以我們是可以來防止一些 不管是走私 或者說是可能的偷渡 或者說是衛生防疫的各種 我們有管轄權 那麼在十二海里以內 我們的林海 那麼除了無害通過 那基本上是屬於我們的林海 而且必須要來經過 跟我們來做這個通報的 所以說今天如果說 中共它的軍艦 是進入到我們的 二十四海里的林街區 那這個時候其實 我們是進入到 我們的管轄權的範圍 這個時候對我們 是有管轄權的一個挑戰 但是跟進入林海 還是有一個差距在 所以在這個林街區的時候 我們在林海 才有無害通過的 這樣的一個適用 在林街區的時候是不需要 來證明它無害通過 但是我們也可以認為它有害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來進行執法做防範 所以這個地方在我們的 這個是我們的 中華民國的林海 以及林街區的法律 本身就有規定了 已經不只是國際法 是國內法 然後再來 其實現在剛才 國民兇所談到的 這個中共的基建 的確它的軍機 現在對我們的壓力非常大 現在我秀的就是說 它是在北海岸這個地方 然後直接衝過海峽中線 而這個直接衝過海峽中線 不只是它衝過來 重點是它使用的飛機 它所使用的飛機 這是第一次衝過來的時候 是8月3號 它用的是16架的蘇凱30 還有5架的殲11 這個都屬於重型的 國民兇製造 這都屬於重型的戰鬥機 對比是屬於美國的F-15 或F-18的這一種戰鬥機 所以它這樣子 從新竹外海這邊衝過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首先對應的是 我們新竹聯隊 新竹聯隊是幻象2000 但是幻象2000 我們大概有幾十架 在那個地方 詳細數字不好講 但是它還是屬於 輕型的戰鬥機 所以當它是20架 重型的戰鬥機來的時候 我們那個地方空房是有隱憂 而且你再看它還不只是8月3號 接著你可以看到 在後面的日子裡面 它也是在北部的地方 直接就用 直接用蘇凱30的戰鬥機來衝 連續數日都是如此 都是在北部 新竹 桃園外海 這個地方的海域 直接衝過中線 所以當它衝過海峽中線 要再到達我們的陸地領空的時候 只是幾分鐘的時間了 換言之它這樣的一個衝中線 而且用重型戰鬥機 來衝我國北部的空房 其實對我們的空軍 現在來說已經造成 相當大的一個 備戰的一個壓力 來 執行長 雖然這個中共飛機 軍艦過去成立在 我們太平洋海域裡面 做過非常多的演習 不過這一次 應該是第一次到我們海東邊 然後結合他們飯台的一個 作戰計畫來做一個非常實戰性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特別提到 他們目前為止 就是以培洛西的一個藉口 反而是讓我們過去 或許它是一個地下性的 大家的一個默契 可是它現在所謂的一個中線 已經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界線了 這是他們這次培洛西過來 反而是對中共來說的話 是一個最大的一個獲益處 而且未來他們可能就三不五十 在我們的外海裡面 做出這樣的一個秀肌肉的動作 那你說這個部分裡面 就是我們真的是看到這一次 不管你提到 我看到很多的軍事專家 都認為他們這次試射飛彈 等等好幾波 從落地的裡面當中 從八分鐘到四十三分鐘 海人就批評說 他們這個濁度的時間點 可能沒有辦法 完全反映他們飽和的攻擊力 有一些不同的一個說法 但是無可否認的 這次已經打破過去 不管他們是不是默契 甚至有中線 但這一次培洛西一來之後 這些完全是已經沒有任何 大家所謂的默契 他愛來就來 所謂飛過中線 我們不敢上空 他也不敢做這樣的攻擊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只是很驚訝的發現 即使是已經是兵凶戰危了 可是為什麼還是很多人覺得 台灣還是一片祥和 這是我到目前為止 百思不能理解的 接下來要回來 打開盒子 面膜 保濕棒結面乳全都一應俱全 畢竟現在炎炎夏日保養工作 格外重要 迎接美妝節目二十週年 電商平台順勢搭上熱潮 看著愛美女性在這季節 重視保養 跟清爽保養趨勢 找來保養專家 推出商品 疫情這兩三年來 大家最在意的問題 大概就是臉上的顆粒 粗糙或暗沉 尤其戴口罩造成的一些 比如敏弱的現象 缺水的現象 兩款面膜之外 還有保濕棒 隨時隨地幫皮膚解渴 保持水潤狀態 沒有愁女人 只有懶女人 那我們已經幫大家 進行挑選的最適合最簡單 而且最必備的一些保養單品 那也希望消費者 用到它之後 就可以真正享受到說 原來保養這麼簡單 喊話大家持之以恆 而現在商品組合 在電商平台獨家銷售 還有超殺優惠 那我預期就是也會帶動 其他商品的那個銷售動能 那跟去年同期相比 我們預期大概會有 200%的一個成長 尤其現在大多時間 口罩都戴在臉上 即便只露出半張臉 但還是不能疏忽保養 讓愛美女性 隨時保持水潭肌膚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我手邊手啊 這邊右邊是老闆 這個阿姆好不一樣喔 為什麼他額外是在上面 好開心耶 真的自己做 因為老闆的顏值太高了 好快喔 叫你老闆推 叫你老闆回去 一般的學童 如果遇到白天很想睡覺的時候 通常會被誤認說是 不認真 不努力或是偷懶 不過小朋友或年輕人 白天想睡覺 不見得就是習慣的問題 有時候也可能是一種疾病 在睡眠醫學裡面我們叫做試睡症 那在試睡症裡面最嚴重 或是最被注意到的 其實是一個遺傳性的疾病 叫做觸睡症 觸睡症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白天試睡 不管晚上睡得怎麼樣 白天很容易就睡著 那第二個呢 是他們有非常特殊的症狀是 他可能會觸倒 就突然在清醒的時候 跟你聊天聊得非常愉快 下一秒鐘砰一聲 可能就倒在地上 或趴在桌上睡著了 那第三個是一些特殊的睡眠狀況 像是傳統所說的鬼壓床 或是睡醒或起來 之後有幻覺的現象 處睡症的發病年齡 大致上是在青少年期跟青年期 從十一到十五歲 或者二十到三十歲 正是非常需要努力 需要去學習工作的階段 所以對這些患者來講 沒有辦法控制的想睡覺 對他們生活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好 那麼剛剛講海峽中線 還用嘴放去說 拿什麼中線 以後沒中線了 以前有中線是雙方互相尊重 有個墨跡 就是你不要過來 我不過去 現在反正試破臉了 隨便你了 老共說他有十個突破 第一個貼近台灣的海岸線 第二個說他們的空軍 已經可以看到台灣海岸線 跟中央山脈了 然後飛彈第一次穿越台灣島 然後殲二使參加軍事演訓 然後徹底打破中線 然後離台灣島最近的一次演練 以前都稍微遠一點 這很靠近 最低的離屏東只有90海裡 然後外部也是干涉不了 這是好像沒有外國來干涉 日本說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日本其實有事 好像日本也不能這樣 只抗議 你五顆飛彈 飛到我近近海語 美國雷跟號越跑越遠 奇怪 航空部去哪兒去了 然後第一次在東部 東部封住後路 東部就是封住你 如果美國 日本想要來救援的話 我在那邊擋你 然後另外首次航母編隊威責 全軍陸海空 全軍出擊 這是他講的 他講的 到底會不會變成一個台海的新危機 或新台危機 我們也有一個叫天雷操演 明天就開始登場了 反登陸射擊 你要登陸對不對 你去包圍就罷 你要登陸 我打你 然後也有各種科目 另外美國國務圈說大陸 光要陪洛西來 我們都不覺得他怎麼樣 你們那麼緊張 這叫過度 不負責任的反應 演練 說老美罵老共 王毅說 佩洛西訪台 美國在台灣問題 犯了三個錯誤 第一個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第二個 縱容支持台獨勢力 蓄意破壞台海和平 所以責任在你 不在我 另外美國專家也講 美國航母過去對共軍的威責力 一去不復返 老共先不怕了 對 你美國是不是有強 你有11艘航母了 你能出動幾架 你三分之在演練 三分之在維護 能夠出海最多三架四艘 你都掉到這邊好了 我這邊也有三艘 所以至少在局部 在地域的優勢 我比你強 我近門一遠 另外大陸國防部說 取消三項中美軍事交往 我們不來往了 你密立打電話 他的國防部長打電話 通通不接 參謀長都不接 為什麼責任在你 不在我 所以老共現在看起來 好像很硬 你看說雷根號越跑越遠 當時說護衛裴洛西 那些什麼開走的 1966年台海危機的時候 美國還有兩艘航母 加上神盾艦在這個地方 老共當時一看 兩艘航母來了 那麼現在航母跑了 都不在了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七二晚間大陸媒體公布 圍台軍演最新畫面 轟六轟炸機一下掛載的 疑似英級12超音速反艦飛彈 還特別打上馬賽克 增添神秘感 維持72小時的軍演結束後 大陸媒體宣稱 這次取得10項突破 分別是跨越海峽中線 飛彈飛越台灣 船艦貼近東海岸 在台灣東部海域設置靶場 以及封鎖台灣南北海域 增強拒止能力等等 軍事專家分析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 是中共解放軍 處心機率 要阻止美日持緣台灣 此外大陸方面還強調 解放軍不只航艦隱形戰機出動 而且包括軍改之後出現的 戰略支援部隊跟聯勤保障部隊等 都有投入 縱觀整場演習 專家認為 確實在跨越海峽中線 及台灣東岸部署等方面 造成國軍反應時間縮短 壓力增加 但要說10項突破 也不乏灌水的成分 遼寧艦以及山東艦的確出港 如果不在殲-15作戰半徑之內的話 你不能出港就算是對台威責 衹想你對美國比較瞭解 美國態度到底是怎樣 為什麼這是沒有很出面 真的嘴巴有罵 但是沒有真的出動這個軍力 我想這一次 無論是中國做的這個實彈操演 或者他畫的這所謂的軍演區 應該都是在美方的一個理解之內 其實我們不要忘記說 佩洛西這次來台灣之前 美方包括國防部 甚至於拜登總統 就已經有提出說 中國對於這次佩洛西的來訪 可能會做出這所謂的軍事的行動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是 第一個在掌握之內 第二個其實我覺得美方也理解 就像我們國內應該也要理解 說這些操演其實僅為操演 我說的就是說他的目的 其實第一個是希望可以示威 第二個也是希望可以安撫 國內的一些情緒 我舉個舉例就好了 今天其實我們看到他很多佈局 很多這個軍艦 到我們的東海岸 到花蓮外海這部分 其實暫時他有可能這樣做嗎 其實我們今天節目上 也有聽到李啟民這個上將所提到的 包括我們自己國內 我們有這個熊山的飛彈 我們有岸型的熊山飛彈 包括其實我們還有 甚至於其他的嚇阻的一些 不對稱的戰力 包括我們其實現在跟美國近的 是這所謂的海岸防衛巡弋導彈 甚至於從這個日本沖繩這邊 美方的基地有這個所謂的 長程的反艦飛彈JASIMS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說真的在戰時他有可能會有軍艦 來包圍我們 從東部包圍我們 其可能性相對是比較低的 因為他其實放在那裡是曝露在風險當中 所以其實我覺得美方清楚也好 我們清楚也好 這一次當然是一個操演 這跟實際中國可能會在未來 或在一個非常不理想的狀況 採取的軍事行動 應該是不太一樣的 可是我回過頭來 其實今天最新的消息還有一個 就是中國已經宣布說 除了在我們台海之外 其實也要在南海 展開一些操演的一些軍事行為 其實我對於這件事情 我是比較不解 因為其實你先不要說 它有五顆導彈跌入 日本的經濟海域之內 已經讓日本相當的不滿 如果你在實行 對於南海的相關操演 你還會得罪越南 得罪菲律賓 得罪印尼 所以我想說 其實從一個戰略的角度 或許這個其實整體而言 是不太合理的 但是如果放入說今天他的目標 是希望可以安撫他們國內的情緒 或許這個就是 比較合理的一個作為 楊平 當然我覺得這一次 整個中國大陸的軍演 不管大家外界認為說 是不是真的像 中國大陸自己宣稱的 有十大項突破 還是台灣有一些專家 認為他只是老王賣瓜等等 可是事實明確的是第一個 過去在美國所畫下的 海峽中線的默契 這件事情就被打破了 第二個 他整個軍演 對台灣形成一個包圍之勢 這件事情也確實形成了 第三個 美國在這個時候 他不管是想要降低區域 這個緊張的關係 還是他有什麼樣的考量 美國並沒有在中國大陸軍演的時候 形成一個對峙性的 展現實力的部分 他反而是要遠離這個喧囂的 這個場景也確實出現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到底我們身為住在台灣 整個實際首當其衝的民眾 我們到底內心裡要怎麼想呢 美國CNN做了一個報導 他們對於台灣的街頭 大家還是一片非常的祥和 繼續吃飯的吃飯 逛街的逛街 日常生活的時候 他們感到大禍不解 我認為現在全世界 除了台灣人民以外 都認為台灣海峽非常的危險 在中國大陸的朋友拼命傳說 你們到底做了哪些準備 美國的人非常的關心世界各地 台灣為什麼大家相對很無感呢 我剛好就在軍演這幾天 就到了東部去旅遊 我也想要測試說 我們的這個旅遊的導遊 他的這個領隊 他們會不會被政府告知 有所因應等等 什麼也沒有 然後藍天白雲風景等等 好到不得了 你去了就覺得簡直忘憂 就是你完全覺得生活在不同世界 那我就在想 這個就是當年我們看到 川普剛上台的時候 他跟金正恩 北韓鬧的那些 然後北韓整天都在試射飛彈的時候 我當時也在想說 首爾的民眾到底有多緊張 對不對 首爾距離 38度線那麼近 可是事實上 你到首爾街頭的時候 大家也是生活如常 為什麼 因為你反而發生在那裡的民眾 從台灣現在角度講 你焦慮有辦法解決問題嗎 第一個你也沒有辦法解決 第二個政府有沒有 任何相應的措施 協助我們去做任何的因應準備 沒有 現在光以空襲來講 我們要躲到哪裡去逃避空襲 連那個我們一再的節目中呼籲說 那你起碼告訴我們去躲那個彈藥 停車場 要到哪個停車場 誰要怎麼分配 然後你的補給要怎麼弄 到現在毫無章法 那誰緊張呢 我必須說 國軍真的很緊張 我最近聽到一個 確實我聽了滿難過的消息 現在在這個 不管是空軍或者是海軍 其實都是這一波首當其衝 他們現在在當軍人 相對都是年輕人 像海軍的那個船艦上 那個COVID-19 他們染疫的情形 交叉感染得非常的嚴重 可是就是因應中國大陸的這個演習 你連得病了非常不舒服 你一天都不能休息 他們一樣 你已經得病了 陽性 他當然有 軍方有給你投藥 但是你發著高燒難過的要命 一樣叫你戴上口罩 一樣上去執勤 為什麼 因為緊張 人員調度他沒有辦法 所以這些部分持續的一個高壓 如果我們不用某個外交 或者是各種談判的手段 來減壓的話 其實台灣從準備上 我認為是 從民眾的角度毫無防備 然後軍方的部分 他們的壓力已經 到了一個臨界點 那到底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是政府的責任 休息一下再回來 再不去參加 Wake up �y trees 未來的路還很詳 不用害怕 Get down rotline Strange 邁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藍頭山靈梁 術物餐廳 O&G 這個像什麼你知道嗎 毒味熟都加 這個畫面指針沒有噴出 沒有看過那麼厚 很像那種韓式太包容 老公是索柔 我是孫盛溪 今年夏天最浪漫的 戀愛實境節目 為你唱情歌 這首歌是 誰給誰 那是七個嗎 七個 這樣子真的又偏雜 沒有沒有 不是 妳是幾次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把它寫在歌裡 我真的要哭了 這跟我是孫盲嗎 對 我到底是誰 我想要我這一面 讓大家知道 很浮誇然後很浪漫的 8月20日起 TVBASS42台 為你唱情歌 到底是誰 妳覺得真抱歉老師 搞得定家長做堂會嗎 其實我是侯子傑的班老師 他摩擬考的時候作弊 作弊 你們該不會是想要丟彈曾老師吧 不是在幫人 不是在想人 一定只有曾老師才請出來 TVBASS42台 機智 校園 山火 地盛 高 安鄉 清晰美超國電 冠名播出 這裡不是 對 這裡不是 真的是有楊妹妹的 本來是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享受這片美景 對啊 像不像在日本 好漂亮喔 現彩絕蜜糖 出發 我剛剛咬下去是 噴刺出來耶 有點嚇到我耶 好漂亮喔 請鎖定食尚玩家 兩天一夜夠 好吃好玩 絕不錯過喔 嗨 不愛修善 一別兩寬 不愛了才是關鍵 在每一集裡面都有方玉律師 30多年在法庭所累積的 真實故事改編 再加上我們分享 自己的親身經驗 分享一點不同觀點 再提供你相關的法律知識 對 希望我們都越來越 能愛 去愛 即使不愛就算 在這樣的世界裡面 找到更完整的自己 不愛就算 每週二四 晚間八點首播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對 而且每個星期也同步更新 在各大Podcast平台 你就搜尋不愛就算 讓我們的聲音來陪伴你 那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條紅雲 OK 好不好 老闆 我建議你 一明天就可以關了 他是我最矮的朋友 他吸住我的什麼 花枝半買半香送給你 會不會是長得像素廚的榕素 好 那麼老公繼續在演習 今天一個科目是反潛作戰 反什麼潛 台灣就那麼幾艘潛艇 新的也沒出來 舊的都已經三 四十年了 所以因為美國的 現在傳出來消息 美國的潛艦 航空母艦前200海里 所以老公說你潛艦趕來 我就反潛作戰 好 那麼 請教陳主任 美軍為什麼真的沒出來 他真的已經知道 跟老公有默契 你就洩氣吧 發洩發洩 還是說他真的覺得 也沒什麼招就走吧 我們要這樣子來看 其實之前拜登跟習近平 通通電話 裡面講了什麼不知道 或許是他們兩個已經套了 如果說這種狀況下 台灣的狀況比較麻煩 因為兩個不知道講什麼 然後你演你的 我演我的 然後我退了兩百里 你退了兩百里 大家各取手續 這個是所以我們比較擔心 我們再講到說 我們剛才接續 剛才來賓講說 一般百姓在面臨這種狀況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政府 還是要做一些事情 譬如說他政府有義務 有責任告訴人民說 你要去躲哪裡 躲哪裡 譬如說我們面對天災來寫 比如說地震的海嘯 我們都有APP 為什麼飛彈沒有APP 有 那為什麼不發 其實這個是我們之前在講說 日本政府有發這一個警察 那為什麼不發 你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麼 我覺得就是 怕你害怕 焦慮 我們講白一點 叫製造一個虛假的安全感 但是虛假安全感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虛假安全感 就變得最不安全 最麻煩 就是我們現在講說 因為我們之前講說 海峽中線神聖不可侵犯 是這樣子嗎 不是 不是嘛 所以不是 然後其實我覺得政府有義務 跟人民講說 萬一真的飛彈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躲 其實我們之前也講過 我這邊推薦兩本書 就是你去重慶的人物買就有 一本是這個 然後一本是小市民的行動手冊 他就 這是日本人的書 日本書就小車子 他讓你口袋翻 這是翻譯書 他就叫你說 那這種政府應該硬 應該加加戶戶發 里長應該來發這個 就是政府要做 就是說我們面對中共來襲 說真的我們一般百姓無能聞力 但是你至少讓我們百姓知道 我們得到檢訊書 你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你至少要去躲 我覺得這是政府應該做的 至於你說要不要像日本政府 發那個J alert 我覺得當然要做 為什麼不做 因為就算他飛過上空 那又怎麼樣 那是你的上空 不是別人上空 而且你不要想說 日本人都是笨蛋 沒有 日本人 他們做是很丁金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施政 當然我們可以跟日本人學習 我覺得當然要發飛彈局 這是什麼好講的 好吧 菲律賓說要撤僑 怎麼回事 緊張什麼 我們看一下 台海的情勢 菲律賓開第一槍 要沿你撤僑方案 因應台海情勢的發展 擔心發生衝突 菲律賓已經擬定相關的撤僑計畫 最新的進展是 已經在開會討論 菲律賓延商撤僑計畫 8月4號開始制定 6號開會討論 看來不是說假的 我國外交部也證實 我國外交部也證實 周邊國家的高度關切 除了菲律賓之前 日本眾議員石破茂等人也喊話 說日方應該趕快擬定撤僑方案 比起我們的老神在在 其他鄰近國家倒是很心慌 對 國外的媒體也好 外國其實都滿緊張的 覺得這是 原來台海是最危險的火藥庫 隨時可能爆發戰爭 後來烏克蘭 俄烏 引起轉移的注意 最近又回來了 台灣 當然台灣人 也不是不緊張 有些人還是很緊張 在演習之前就有人問我說 會不會去 會不會去 緊張的還是緊張 不緊張 不緊張 另外就是緊張他也沒辦法 那怎麼辦呢 你日子還是要過 就算緊張也沒辦法 當然也許現在 沒有到真正的 那麼緊張的時刻 但是這樣搞下去 真的有一天 到了那天怎麼辦 像菲律賓他們就很緊張 他們要撤僑 菲律賓在台灣 一說是10萬 一說14萬 一說18萬 一般有在家庭幫庸的 照護的 老人 身體不好的人 甚至還有很多勞工 很多重大的建設他們在 南部也很多 非常多 我們的產業界都靠很多 這個菲律賓人 所以我們就說 大概是14萬到18萬 而且菲律賓本身 他為什麼會有 所謂的撤僑計畫 雖然小馬可是說 他不認為會造成 過激的一個舉動 可是他的確是跟美國 在討論撤僑 因為菲律賓必須要靠美國 因為菲律賓本身 並沒有撤僑的任何的一個能耐 所以到底 尤其台灣又是一個海島 所以他必須要靠美國 不管是用軍艦 或任何方法來做一個 一個路線的安排 還有包括整個撤僑 整個時序 而且你時間又要非常的快速 那這個部分 你如果不要事先來做一個鋪排 做一個規劃的話 萬一戰事真的發生的話 我覺得菲律賓 特別他們都是屬於 這個所謂勞力階層的 恐怕就會是被邊緣化 所以我覺得 相對於菲律賓政府 對於他們海外的 這一些的國人 他們都已經預想到 萬一發生事情的時候 該怎麼辦來協助 反而是我們是本地的人 除了你剛剛那一本小書之外 我也不知道 我只被告知說 萬一發生事情的話 可能這個停車場 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然後可能要準備一些小包 但是我覺得對我個人來說 我說實在的 我是既樂觀又悲觀 反正命就是一條 你非但打過來 我就只能是這樣子 我還能怎麼辦 大哥我們還能夠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 相對於菲律賓的一些謹慎 反而是凸顯出台灣 目前為止所處在的 一個態度上面 是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個 所有可能會被徵召上去的 年輕人目前為止 可能都不覺得 這些年輕人的媽非常的焦慮 我周圍的朋友都告訴我 就說我們的孩子 是後輩的第一梯或是第二梯 一定是他們 如果要徵召的話 一定他們善戰場 每個媽媽就不斷的 對於這個佩洛西的每一個動作 還要她出去之後 對於這些飛彈 我雖然不知道 他們可以變成像這樣的軍事專家 每個都鎖定的這個是私事的 可是孩子去哪裡 跟你討論一下 到底是目前的線上的遊戲 到底是如何 然後這邊是什麼 他們在虛擬當中去打仗 媽是實體當中 做一個非常的焦慮 這是呈現出世代 非常大的不一樣 我想現在如果說菲律賓 它撤僑有困難 那事實上現在 我們南部有很多的產業 是靠菲律賓 泰國還有印尼的勞工 那現在如果他們撤僑 不只帶來軍心不穩 人心惶惶 甚至我們產業也缺工 現在缺工就已經非常嚴重 剛才在講說日本前一些眾議員來台 我也有跟他們見面吃飯互動 雖然他們都很支持台灣 而且都信誓旦旦說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可是這一次他們的反應 我認為反而是把這一個話 證明是大話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你看它是 飛彈打入了所謂的日本的 經濟海域 他們才抗議 那如果今天不是打入 日本的經濟海域 那他們就不抗議 換言之今天不是台灣有事 日本就有事 而是日本有事了 日本才算有事 而且他在講這個 日本有事的時候 各位可能不知道 他說的這個區域 是八重山以南的海域 其實占了我們的便宜 因為我們對於這段海域 也有經濟海域的clamp 所以我們還要求 在台日漁業協議的第二階段 要繼續協商 八重山以南海域的經濟海域 兩國之間要如何劃分 所以日本這一次的宣稱 事實上也占了我們的便宜 我們自己對這個 他的宣稱的本身 也不做任何的表示 其實這個在我們的 國際法上面也落了下風 所以我說這一次的 這個事件當中 我們要更加看清楚 這個周邊海域 然後還有台海之間的現實 到底我們現在 你說打起來這個時候 誰去保護我們 但是就像剛才國民兄所講的 如果真的發生狀況 我們要往哪裡跑 要往哪裡躲 大家都還不知道 好不好 這次除了軍事以外 支通戰也滿嚴重的 譬如說我們很多 從總統府來到很多部會 都被駭客攻擊 台大教授也被駭客攻擊 還有超商 7-11也被駭客攻擊 南投的路邊的看板也被攻擊 反正很多地方都被攻擊 本來大家還想說會不會攻擊 我們的自來水廠 電廠 讓我們沒水沒電 還好沒有 那到底情況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自稱對台灣發動一連串網攻的 APT27駭客組織不到一週 又PO出一分鐘影片 先前APT獎的隱晦 這回卻果端自稱 曾看警政署公路總局台電網站 還點名幾間未曝光的科技公司 不僅外媒高度懷疑 APT27背後有大陸政府撐腰 自然專家也點出最大隱憂 這一次提到的Zero Day 其實就是指每一套軟體在發行之後 免不了一些錯誤跟漏洞 而通常也是軟體的發行商來進行修復 不過修復期也會比較長 而駭客就是趁這段未修補的期間 來鑽漏洞進行攻擊 儘管APT宣告暫時收手 同時也來推特上PO出多張 內網程式碼照片佐證 警告意味濃厚 只是第二支影片釋出同一天 台大網站也淪陷 被換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標語 校方緊急關閉首頁進行修復 目前數位發展部 採取分散式網路來應對 資安專家坦言 雖然台灣對於駭客意識較薄弱 但IT人才上強大 防護上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是反制上恐怕得投入 大量資源跟資金 未來的資安之戰勢必無法避免 好 那麼剛剛講這APT27說 他們已經幹掉了6萬台 台灣的設備 他說我們做的 告訴你 就是我們 他一起說要公佈台灣的零日漏洞 什麼叫零日漏洞 就是還沒有修補城市的安全漏洞 所謂有零日漏洞就有零日攻擊 就利用這些漏洞來攻擊你 他說他手上還掌握20萬台 台灣的電腦可以攻擊 我覺得這個事件 真的是對我們的所謂 在日本非常著名的 明星級的科技大臣 唐鳳一個狠狠的打臉 唐鳳之前在 不管是新冠肺炎疫情 什麼口罩地圖 那個時候好像在國際上 展現了一個台灣 資訊非常強的一個形象 但是這個你沒有資通安全 你就一切免談 這一次先不管 這個駭客APT27 宣稱說是他們來進行的攻擊 到底是真是假 背後是什麼樣的勢力 但是重點是台灣的各個機構 從政府部門到了大專院校 到了一般的商業組織 感覺上都有非常多的漏洞的時候 我們立法院每一年 通過這麼多的預算 在資通安全方面的表現到底如何 那麼如果連資通這個部分 算是台灣的強項 很多軟體界的高材生 全世界性的人才 都是從台灣出去的 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都沒有辦法圍堵這些漏洞 而且讓人覺得說是 相當脆弱的話 那我們以後還有什麼可打的 今天大家在講新型態的戰爭 我們台灣不管你說 到時候有沒有外援來幫忙 你至少自己要能夠 撐過第一級 你資通方面都是漏洞 你第一級你在網路體系 或者電的體系 或者是通訊的體系 完全受到干擾的時候 你還有什麼能夠撐下去的 一個理由 所以就這個事件 我認為蘇貞昌院長 還有唐鳳 這個所謂台灣驕傲的科技大臣 一定要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來 醫生 好不好 我們先秀一下 再回來 我來 炎炎夏日 就是要揪你的家人朋友 一起看 經濟校園生活 畢生溝灘車 佳麟到其家吃飯 他們擄獲其笑懂得歡心嗎 各位 我去拯救我的愛 再見 首尾決定爆考美術班 愛麗絲開心給予鼓勵 我真的很期待 可以跟你一起 看看不一樣的人生動作 TBNG 穿著他老公苗董 很漂亮 然後這裡又有直瞧文 整個就會顯瘦 我會直接想到世界飛福窮之類的 我會想到過馬路 搬馬線 不懂 沒有 沒有 有嗎 既然會在台詞車廳的晚間就變 有人會知道 去你做工未來戶 方偉德呢 什麼方偉德 沒有這個人 出去 原來你是我新鄰居啊 原來你就是方偉德啊 看屁啊 麻煩你以後管理好那些 不知道幾號到幾號的咩 大部分一號 他給我繞一個橋頭上 零基四號啦 我知道你有男朋友 我不會對你怎樣 竟然要女生可以逃過 你這個一模一模作 你該不會勝虧了吧 不知道那些女生看上你什麼 你幹嘛 每週六晚間10點 TVBS42台 是六個夏天 再次重溫那年夏日的美好愛情 我一直很 抗拒來這個地方 好媽媽 哈囉 嗨 不小隻 讓我今天終於好好的踏進來 我真的很怕 因為我覺得他們好大 我進來了 我進來了 誰哥已經達成了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辛苦了 每週日晚間8點 TVBS42台 全明星觀察中 本節目由台速時由冠名播出 今年就要跟最好聽的 另一個世界感 男生還有四個女生 因為很密集的相處 所以其實老實說還蠻容易產生情緒 你怎麼過 天蠍座 以前喜歡過男生後天蠍座 在創作過程中 彼此都有一些機會 我覺得難忘的練習 我可以選你 目前相處到現在 我覺得我都很開心 要不真的要哭了 沒關係啊 好捨不得 8月20日起 TVBS42台 為你唱情歌 LINE 地球黃金線 LINE好友募集開跑囉 黃金線團隊要給你 一日一推播 我們家汽車的資訊 推給你 一交一主題 一手掌握話題的主題 最棒的是 才有一樂一驚喜 汽車這邊好康大幫送 你還在等什麼 加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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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就拿起手機 加入地球黃金線 賣好友 讓我們成為最懂你的LINE車友 LINE 帶救者賈先生38歲 跟山友走失 我不知道你打很多通電話 我跟你說了 三里收訊不好 又不是故意的 爸爸 爸爸他帶我們出去玩 爸爸 請請各位 雖然說我們搜尋的高度 只有600到1000公尺 但是因為我們搜尋的距離比較遠 山區的地形高低落差大 所以請問要務必小心 每週日晚上10點 TVBENSE42台火神的眼淚 打開盒子 面膜保濕棒 截面乳全都一應俱全 畢竟現在炎炎夏日 保養工作格外重要 因為我自己本身比較常 好 那麼講自通戰 最近好多個網站被駭客進入 連民視 民視都被駭客駭入了 然後不容外界 干涉中國領土主權 直接進入主機 所以NC最近很緊張 頻頻跟媒體 要注意 要注意 有時候是防不勝防 什麼時候進來你也不知道 而且花很多錢在這邊阻擋 另外我們政府怎麼辦 就是說大陸製的自通產品 盡量擴大 不可以用 很多部會就很慘 為什麼 它比較便宜 除非要重新編預算等等 我覺得要查的是說 他這些駭客進來 是不是從大陸製的 自通產品進來 如果是 沒話講 如果不是 可能從其他的山西產品進來 你封他有什麼用 你至少那個原因 要把它搞清楚 來 議長 其實這個APT 他所指的就是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那就是所謂的高階的持續性的威脅 那這個其實美國司法部 美國法務部 其實長期已經在監控 然後甚至於他們曾經有說過 有幾個APT組織是跟中國的公安部 有直接的一個關聯性 所以包括我們其實看到這幾次 這個所謂的APT27 APT41 有參與台灣這方面的一個攻擊 但同時他其實過去也有攻擊過德國 攻擊過美國的一些政府部門 那他所透過的方式 第一個當然其實剛剛趙大哥提到 透過一些直接是駭客方式 就是說他透過可能在去城市上 或者在軟體上面的一些漏洞去進入 但另外一部分他會用人為的部分 例如說他可能透過Email 假裝跟你認識 或假裝認識你的同事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擷取你的密碼等等 所以真的是面對到這些駭客組織 要非常非常小心 可是我必須講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認為一個大國政府 中國如果是一個大國政府 透過這樣子的駭客組織 來把我們的網站拉下線 來去侵犯我們的民眾的一些 所謂個人資訊等等 這真的不太好 而且我覺得國際形象上 其實也是有損害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這樣子的一個駭客任務 雖然對我們整體的國安 沒有太大的一個威脅 可是對於一個中國 這樣子本身在國際形象上塑造的 一個形象 應該他是要盡快的去停止 這個對我們的國安 怎麼會沒有威脅 你想想看 他已經可以進到我們媒體了 進到 而且這個還只是警告性的 別的不講 如果他有能力進到電視台的網站 他全面性的電視台網站 在同一個時間 全部把你盪掉 然後統統做不同的宣傳 這怎麼無限威脅 原來大家預期 不是預期 有預測 所以搞不好會動我們的電 對我們的水就沒 他有沒有這個能力 其實如果說一個國家 他要請全國之力 他當然有這個能力 其實我們 我們怎麼能請全國之力 當他 說真的 這可能比較難 就我們軍事成名來講 其實只要軍方有所謂的內網 內網機制控管 基本上這樣就好 其實所謂的資安作戰 其實他跟詐騙就很像 他就是更改人民的資訊 然後讓人民的喪失意識 然後讓部隊放下武器 只要你部隊不放下武器 就是說好像我們不去ATM轉戰的話 其實這就代表詐騙失敗 同樣的說 如果說我們還有意志的話 軍隊拿起武器 然後人民不相信這個資安 錯誤的資訊 這就成功了 不過我們的很多狀況 好像都不太及格 這些好像某一台 那個連續字幕出錯好幾次 怎麼都沒有改 這個就是所謂認知作戰 其實認知作戰 其實就是以前的宣傳 宣傳就是既定的解釋 片面的解釋跟固定的答案 但是無論如何 透過現階段的媒體 不管是網路 電腦 手機等等的 他會改變你的既定的認知 然後讓你放下你的抗敵制 只要我們沒有抗敵制 這就成功了 我在國防召委的時候 我們有去看資通電軍 資通電軍就是我們國內 很重要的資安的 要來防範對抗的 這屬於哪個部會 他其實就在參謀本部底下 事實上我們這個事情 我們只看到單方對方 對我們的攻擊 但是我知道我們也是有 反制的能力 我們也有防護的能力 只是我們在這新聞上 沒有看到我們是如何防護 跟如何反制 但是我覺得這個軍事的部分 其實是一個層次 我覺得這一個問題 所凸顯的是整個社會層次 對這個資安的 普遍的認識不足 其實在我們的政府機關裡面 我們都有設資安長 可是每一個政府機關的資安長 對資安未必都瞭解 舉個例子來說 總統府的資安長 設在副秘書長 副秘書長他根本對資安 完全不了解 官大 對 就是官很大就是資安長 資安長對於如何防範資安 資訊安全其實都不知道 不只總統府你說各行政單位 各部會 小道機關 都有資安長 可是這些資安長 除了他名字叫資安長 他懂得如何來顧這個 他的資訊安全嗎 如何來顧他的這個 網路上面駭客的攻擊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部分 普遍的來說遠遠的不足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 連一般的民間單位 一般政府機關該有資安長 他都備而無用了 你更不要說民間單位 對於資安的瞭解 可能會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我現在就這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如果他官不大 下面根本不聽你的 你是一個小官管資安 你要這樣 不是 你什麼東西來威脅我 來警告我 官大夠了 但是他不懂 他也不知道跟部署怎麼講 我覺得在之前 我還記得有一次的暑假 我們都要線上教學 然後那時候大家都使用Zoom的教學 但是後來發現Zoom其實不可以 即使美國在很多的會議當中 Zoom但是因為Zoom 有一些中國的一個因素 所以害我們每一個人 已經用通過Zoom 學了半天 然後就開始用Microsoft的MS Team 這個部分是在教育的部分 我們都是因為有一些的疑慮 我們就把打破所有的部分 你看今天 這是我們國家的資訊安全 國家的資訊安全 既然可以被這樣子吸入 這是一個何等重要的事情 就像以前所有的部分 你看我還印象當中 以前你在中東國家 你要打倒一個國家裡面 你就先證據他的所謂的資訊電台 然後用很多的新聞 然後來讓人民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認知的作戰裡面 得到一個非常大的警惕 不管那些訊息是假的或是真的 所以那都是屬於 資訊安全的一部分 而且政府每一年就編越了 這麼多的預算 再給我們這個資安部 然後你看現在搞成是這個樣子 只有唐鳳 他才會非常的自豪的告訴你 他那個部門沒有受到影響 那他的部門之外 那不是都是你該管轄的範圍嗎 而且我很驚訝台大 台大是我們電資學院 是全國最大的一個僑出 我不曉得台大怎麼樣面對 他們這麼棒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號稱是 全國第一把的部分 交誤出的這個部分被騎進去 所以我真的覺得是要搞定清楚 是產品的問題 還是原油的問題 還是技術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私事體大 所有的資安都應該好好的 徹底來檢討一下 台大跟妳講 我最近在忙您之間的論文 然後再去管理資安 談到這個 本來要 最後就要談這個 但是沒時間談 也許明天還有時間 陳明通說香港議題 五個 其實我十幾天 你就看到這個資料 香港居民對政黨變遷的研究 香港居民對立法會的研究 香港居民對特首的研究 香港居民對媒體的研究 香港居民對港警的研究 就是同一篇東西能搞成 不行 因為他們說 那個是叫刺激的分析 可是刺激的分析 也不能這樣的搞法 而且他們都完全用一套的方式 然後直接進入到結論 重點是複製一兩個 還有一個研究計畫 寫了二十一篇 絕對是個工廠 所以學者就是講這個工廠 他絕對是個工廠 而且他所操錄的都是 第一張 第二張 原封不斷進來 然後就開始用了 你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所謂的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然後直接就操到結論 這絕對是 一切解 所以那請 我手邊手啊 這邊右邊是滷肉飯 這個拉圖好不一樣喔 為什麼它額外塞在上面 粉絲水狀